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死者才刚过完生日 夫妇也在几天前从泰国旅游回来 想不到就遭遇不测 曾担任教师的女死者逃离满天下 两人遇害的消息传开后 亲人及学生都难过不已 指责兄徒冷血无情 这起双失命案昨晚9点多 在汝莱地沙美拉蒂花园双城牌物脚头住家发生 小整队到场时 住家前门已经上锁 后门则被人打开了 小整员正要灭火时 意外在厨房发现男死者 随后又在储物室发现女死者的遗体 根据初步监定 其火点是在案发住家的健身房 73岁的男死者陈金玉 在18号度过生日 女死者吴长华67岁 是一名退休教师 曾经在汝莱国民华小任职 过后在拉雾巴黎新村华小执教制退休 事发后 警方人员将男女死者的遗体移出 送往医院解剖 深州警察总部见证组警员及警权组也到场进行收证 警方之后取走相信是凶器之一的藤棍 以及血液样本 深州总警长南都莫哈默尤索夫副总监透露 两名死者的身上都有被利器割伤的痕迹 他说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02条文展开调查 为目前还没有鉴定命案动机以及任何嫌犯 肖整员今早重回火灾现场查看 以搜寻起火点 另外警方也在已经围上封锁线的房子四周 仔细搜索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如果你以为借出银行提款卡就可以轻松获得高回酬 那就大错特错了 分分钟不但没有报酬还会惹祸上身 19名刚毕业的年轻人就因为社会经验不足 听信不法分子花言巧语 结果在借出护头后遭利用洗黑钱和从事非法活动 不但得不到回酬 还可能面对监禁、鞭吃及罚款的下场 四名受害者今早在走投无路之下 向班达马兰区州议员梁德志求助 希望可以摆脱遭人利用当前女的罪名 其中一人坦言以为可以赚快钱 更像大尔龙借钱连开多个户头 欠下2万令吉无力偿还 刘先生透露今年5月 从社交网站看到一则赚快钱的广告 由于刚毕业要找工 被广告吸引后约了大约20多岁 自称Kitty的男子会面 对方告诉他 只要收集提款卡便可轻松赚快钱 一张卡可抽拥12000令吉至15000令吉 他得知这个赚快钱的门路后 马上把消息传给身边的朋友 最终包括他在内 一共19人借出提款卡 为了尽快达到营业额 他向道Long借贷2万令吉 已通过某种门路申请到100张卡 直到7月中 他们一分钱也得不到 才如梦初醒 惊绝受骗 银行过后致电指有关户头已经被冻结 其中三个户头前后个别被汇入超过3万令吉 10万多令吉及20多万令吉 警方在接货银行投报后 已开了7个调查档案 接下来我们进入一则手机资讯 我们进入一则手机资讯 昨天之后 今天第二批6名包庇违规罗里的 槟城陆路交通局涉贪官员被控上法庭 其中一名被告向法官求情时 竟然大言不惭 指自己只是贪污1200令吉 要求从轻发落 结果被告这番说话不但没有加分 反而遭到法官尼詹查卡利亚训斥 只就算1令吉或者50仙 只要是不属于正常收入 就算是贪污 这名49岁的印译被告 赞德拉瑟格兰担任公务员24年 他被控向一名华裔男子 收取1200令吉的汇款 他今天没有聘请辩护律师 并在聆听控状后 以汇金少为由向法官求情 而遭到法官训斥 被控的6名官员包括1名女性 她们被控于2015年至2018年间 陆续向一名华裔男子 收取总额高达250令吉的汇金 以作为不取缔违反罗里的条件 6人共面对40项主要控状 和40项的交替控状 不仅面对电子烟的入侵威胁 更有一种叫Gosmoke的香烟糖 原来已经存在市场一段日子 悄悄荼毒儿童的健康 导致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局 采取行动 在宾州和柔佛南北两地 大肆取缔香烟糖 这种粉状水果糖引起教育界及家长关注后 柔州贸销局日前就在靠近学校的 零食零售商展开预百项检查 发现大多数零售在曝光后 已经将物品下架 但执法员昨天下午在马省的 零食批发商起货150盒香烟糖 根据调查 一盒香烟糖的批发售价为7令吉50仙 零售商以一包50仙零售价售卖给学生 此外 宾州居林贸销局昨天也在居林市镇 突击几间杂货店 充供108包香烟糖 执法人员当时充供四盒印有可怕小丑的香烟糖 商家受处不要藏有这种糖果 贸销局援引2011年商品事务法令第五条文做出调查 吉隆坡法庭今天中午接到炸弹威胁电话 法庭立即紧急疏散所有人 所有审讯中的案件 包括前首相纳吉的SRC案都被逼中断 不过经过警方一番搜查后 证实只是虚惊一场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 法庭于下午两点重新开放 警方证实 顿尼斯迈花园警局在今早11点多 接获一名男子来电 称吉隆坡法庭将发生一场爆炸 显都警区主任山姆哥穆迪助理总监告诉媒体 警方已经在所有法庭主要范围 包括策略性地点 和正在进行知名案件审讯的地点搜查 但都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民众和职员在警方解除封锁后 重新进入法庭 纳吉涉及的SRC案 今天进入第44天审讯 正当辩方律师哈温德吉星 盘问证人于静平时 法庭职员突然起立 告诉众人法庭接获炸弹威胁的消息 要庭内所有人立即疏散 而在雪州的苏邦机场 今早也情势紧张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发生了重大事故 原来是警方和各政府单位联手 进行一系列防恐救援演习 参与这次演练的单位 包括国家安全理事会 航空保安局 消整单位以及大马机场控股 共动员350人 演练的情景是一批蒙面武装分子 闯入机场后 加持一批贵宾 在勒索政府交出500万令吉赎金 并在和政府代表谈判时 不断殴打人质 导致人质时而哭泣 时而求饶 场面逼真 其他演习的主题还包括 模拟飞机失火 炸弹行李 毒气泄漏 以及最精彩的部分则是 模拟恐怖分子加持机场贵宾 韩国一名年仅6岁女童宝兰 年纪小小就是非常出名的YouTuber 更因此赚得非常丰厚的收入 她靠着上亿的影片 点阅和业配收入 让一家人买下了约95亿韩元 也就是大约3000万令吉左右的豪宅 这种同仁不同命 让许多人羡慕非常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宝兰过去尚在制YouTube 并享有高点阅率的视频 我是贵宾 我们再会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